裁剪這份工作 我覺得除了協助醫師之外 也其實在安撫民眾 可以感受得到就是 民眾們其實都蠻害怕的 因為他們都是很 擔憂的狀態下 然後被通知來裁剪 他真的是比專者病房還危險 因為專者病房裡面的病人 每一個都確診 你已經知道病毒在哪裡 可是去採檢的時候 三四千人空氣中 應該是有一些病毒 2021年6月初 晶圓電子爆發移工 大規模群聚感染 台北榮總臨危壽命 出動超過百位醫護 副晶圓電子進行大規模採檢 6月9號我在辦公室 都接到他的電話 他跟我講說 如果你6月11號12號到金圓 直求對決 他說跟我講是五千人 我說沒有問題 榮總可以承擔 最後一站四百個人 我們完成任務 我們一起向金圓加油 兩天要完成五千人篩檢 這是台灣自疫情以來 第一次也是最大規模的 PCR檢驗行動 我記得那天我們就 雇了游覽車 兩部游覽車就直接下苗栗 就有點開始驗 開始的時候沒有經驗 真的是隊形不知道怎麼去排 所以我那時候就 調了十組人力去 什麼叫一組人力呢 一組就一個醫師負責採檢 兩個護理師 那幫他放那個貼紙啦 然後把標本放到管子裡面去啦 然後呢還要做傾銷 就每一個病人驗完之後 三個同仁都要同時更換手套 因為怕交叉感染 這個是很重要的 所有的人都是比照 我們的負壓病房裡面的設備 裝備完全密不通風 那時候去戶外採檢的時候 我們也沒想說中間要休息什麼 所以說其實一開始的規劃就是說 你穿全套環物衣上去 大概可以撐三個小時 所以九點到十二點就吃飯休息 然後下午再三個小時就結束了 結果後來發現到現場 不是這個樣子 因為沒有把氣溫考慮進去 全副武裝的體感溫度 早已超過四十度 沒有卸除裝備時 連喝水都是困難 在第一天執行任務時 就有幾位醫護人員 體力不支 中暈倒 那因為是第一次採 我沒有什麼經驗 就不知道說應該要先灌很多水 因為很怕要上廁所 然後兔寶寶裝這樣穿脫 就是浪費裝備 所以沒有喝很多的水 就第一梯就上去 就突然看不到 很像中暑的那種眼前一片黑 就看不到 然後沒辦法走路腳軟軟的 所以後來是被拖走 溫度太高了 結果同仁快要不支倒地了 可是我們十組已經全上廁所 十組人都全上廁所 這個時候就會有壓力 那我們就要下來休息 那同仁要喝水 要脫除隔離衣防護衣 全套裝備都要脫除 但是這時候我們發現 經驗的員工還坐在那邊等 在等我們在那邊著裝 再來喝水 其實我看了也不忍 兩邊都不忍 我跟我們的陳文明副院長在這邊看到說 這個東西我們第二天這樣不行 因為我們看到同仁這樣已經受不了了 而且不僅是人員會太累 而且效率會拖垮 所以後來我們做一些檢討 人員要Double 兩倍 所以我們就拍二十組人 二十組人的好處是一小時輪一次 我們就是上上下下的人 就好像平常我們看那個古代 其實我在現場講說 我們都看過以前的戰爭片 以前那個機槍 沒有辦法一次上一發紙袋 所以第一排彎弓射箭之後 射完之後下一排人上來 對不對 那後面的改裝子彈 有點像概念 不考量人力與物力成本 從晶圓電子 濱江市場 萬大市場到環南市場 歷經四次大規模採檢 台北榮總不斷調整修正 累積超過一萬人次的經驗 找出最佳採檢模式 陳維銘透露 當初衣服會執行長王必勝會選中北榮 就是因為知道北榮早在疫情嚴重爆發前 就開始內部進行實化檢驗測試 也就是將好幾個檢體混合成一個群組來檢驗 一旦某一個群組檢驗出陽性就再回過頭來查驗究竟哪個檢體為陽性 這種做法可以大幅提升檢驗量能 現在四月底開始爆發一點疫情 那時候我們秀到溫度不對了 我跟同仁講說 我們是不是應該把國外在做的詞化 好 我們就Pooling把這個檢體放在一起 一起來驗 因為疫情大概是五月十幾號開始 大概開始後一兩週 因為我們的試劑有遇到廠商供貨的短缺 怕之後會有遇到這樣的情形 所以他就是希望我們趕快先把Pooling這個方式 遲化檢驗的方式趕快建立起來 就是如果之後如果真的試劑短缺的話 我們可以用Pooling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 病理檢驗部多次試驗 確認遲化能有效提升篩檢量能 但在正式利用此技術前 還缺少一次練兵的機會 就在這個時候5月27日 台北榮總院內一名骨科病房住院病人 PCR驗出陽性反應 就怕爆發院內感染 骨科部深夜緊急召回所有醫護 準備已久的遲化試驗 終於派上用場 醫院怕在疫情發生之前的病人 是不是有一些隱藏感染的病人 所以那時候就全院所有的病人 就做PCR篩檢 那那個時候就剛好在我一個病人 有一個病人有確診 那時候是在5月27號 所以那時候我第一個 我聽到我的病人確診 我真的有點休克了 我想Shuck 怎麼會這樣子 怎麼可能 然後馬上就會想到說 我們其他的同仁有沒有確診 然後再來就想到說 那會不會我感染到我的家人 所以這種人心的惶恐 這絕對是 雖然我們是醫護人員 每天在面對疾病啊 可是也是我們也是會慌的啊 我們就當天晚上 院方因為主要是怕 我們這個醫生啊 怕會變成一個破口 所以就晚上呢就半夜就篩檢 差不多兩百個同仁 那當時就是第一次使用這個 福林的PCR 28號我們半夜做出來以後 大概半夜兩三點速度非常快 大概兩三點就知道 有沒有這個陽性還是陰性 我們到醫院有一個叫介壽堂 那個地方空曠 那蠻大一個空禮堂 大家也都很配合 員工都很配合 就回來馬上快篩 迅速得到一個結果 你知道這個事情有多重要 兩百個都是陰性 你讓同仁隔天可以安心去上班 知道醫院是用職球在對決 醫院沒有逃避 而且我們公開沒有問題 告訴你這沒有確診 我不用隱瞞 但是醫院緊急馬上處理 從原來去年年初 一天只能一百多人 可是經過慈化以後 我們現在一天可以到將近八千 慈化試驗的成功 讓北榮組建的篩檢大軍 能完成後續多場 大型戶外篩檢的任務交付 但北榮超前部署的 不只這些 你好 我這裡是台北榮總 請問一下有沒有孫菜雪椒女士 有 有齁 阿姨 我這裡是台北榮總 那心臟科的眼鏡門診喔 視訊電話那頭的孫菜婆婆 八十多歲了 疫情爆發至今 已經多次利用視訊看診 嗨 婆婆 還好嗎 很好 謝謝您的照顧 那最近血壓狀況都穩定嗎 穩定 穩定 謝謝 我們最擔心的就是 我們的台北榮總的病人 其實年紀都很長 怎麼樣子把這樣子 其實對病人來講是 病人其實不敢來到醫院 他連出去都不敢 那但是問題是 他有慢性病的問題 他如果他該到他的時間 他沒有到醫院 沒有領到藥物的話 那這其實都 就像是一個胃爆彈 他如果血壓沒有控制好 那到時候因為高血壓微症 他突然頭痛 他跑到急診來 其實風險更高 所以怎麼樣子 讓病人在正確的時間 能夠延續 他原本就應該接受的治療 就變成是我們 臨床上要克服的 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 2021年5月24日 疫情進入三級警戒的初期 台北榮總就考量到 許多慢性病患者 有用藥需求 卻又因年事已高 不敢進醫院 率先推動遠距門診 視訊電話問診 雙軌並行 處方間可以郵寄到府 再利用線上繳費 讓病人完全不用進醫院 就能完成問診拿藥 以前我一年看下來 不會超過100位 去年光是4個月 從5月24號到8月底 我有統計 總共看了超過7100位的病人 防疫這條路沒有盡頭 從台北榮總能看見 台灣醫療體系的防疫策略 隨著疫情變化 不斷與時俱進 疫情是殘酷的 但人卻有無限潛能 都做了 無限潛能 我都 在自己國務大陸 會看見 我都在一起